生尊贵家,这都是有德性的人,是前生修来的 同样是人,为什么有尊贵的人,又有下贱的人 是什么原因使他就尊贵了,什么原因令他就下贱了 有五种道路,令人走到下贱这一种的果报上 这五种的路 娇慢 谈到这娇慢,对外面的人娇慢,这是一般人常有的 但这种的娇慢,是甚至于对于自己的父母也娇慢,不恭敬父母 刚强 不敬师长,对师长不恭敬,没有一种成敬的心 师长叫化他,他也不听,这是刚强众生 放逸 就是不守规矩,不守规矩还不算呢 而且还不恭敬三宝,所以就去做下贱人 下贱是包括贫穷在里头,要是富有就不会下贱,因为他贫穷,所以就下贱了,因此常说贫穷下贱 偷到 因为在前身欢喜偷东西,以偷东西作为他的生活 没有钱了,他就去偷,或者偷人家钱财,偷人家珠宝,偷来就把他卖了 卖了,就可以够维持一个时期的生活,可以什么事情也不做 每天吃,喝,嫖,赌,抽 吃,欢喜吃东西,喝,欢喜喝酒 嫖,就是找女人去 赌,是赌钱 抽,是抽大烟 就是抽鸭片烟 中国人叫大烟 偷了钱,他就不用做工 而这个钱用完了,再去偷 偷回来,就又不用做工了 就这样以偷到来维持他的生活 这是第四个令他贫穷下贱的因素 负债 就是向人家借钱,逃币不偿还 做人啊,不要说多,就是一文钱也不能落到虚空,不能借了不还的 钱虽然是假的,可是你不能说,是假的就随便乱用 可要用它来做真事,一点都不可以马虎的 譬如说向人家借钱不还,你就逃到一边去了 以为这是便宜事 这不是便宜事,你负债逃币不偿还,等来生也就贫穷下贱了 因为你短人家的钱不还,自己将来就会受贫穷下贱的果报 有以上这五种原因,受果报的时候,就会做下贱人 或者给人家做奴隶,或做必使的人,很不自由的 也就是你这个身体给人做奴隶,你自己不能随便做主 不能想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听主人的指挥 贫贱有这五种因缘,尊贵也有几种的因缘 要普遍做不失,是会普广 会,是恩会,对任何人都不失,都有一种慈悲心 很普遍的,广大的对一切人慈悲 要恭敬父母师长 不能说父亲生了我,我非常的仇恨他,为什么你要生我 真是混账,自己骂自己的父母 或者,对自己的师父生出一种心 你这个师父,让我一点自由都没有,什么都要听你的话 这个太不公平了,对师父有种种不满意 面对师父的时候,又叩头,又顶礼,背着师父就乱讲起来了,这叫不恭敬父母师长 这是不生尊贵家的一个理由,你看厉害不厉害 你不要管我这个师父好不好,你不能讲的 你一讲,就有罪过,将来你就不会出生在尊贵之家 前面讲的是,不恭敬父母师长,所以有贫贱的果报 这个就要恭敬父母师长,才能生尊贵家 要恭敬礼拜三宝 前面是不恭敬三宝,不礼拜三宝 这里是要恭敬三宝,要礼拜三宝和一切的长者 要忍辱,没有称会,还要柔和签下 谁骂你一顿,你要欢欢喜喜,一点烦恼都没有 要忍耐,有人打你,更要修忍辱行,没有称会,不发脾气 所以要得到好的果报,那都是不容易的 然后又要柔和签下,对任何人都很和气,很客气 博文经律,多多听经,多多文法,多多学习戒律 有这五种的原因,所以做尊贵人 尊贵人既有钱,又有势力 但并不是说有钱有势,这就好了,这都是素食修来的 这五种尊贵的原因,要是单有一种,就不会生到贫穷下贱的家庭去 要是完全有这五种原因,那就更好 所以,为什么有人就那么好,那么尊贵 这个富贵的人家,都是有德性,才能富贵 没有德性的人,就贫穷下贱 这是因为毁谤三宝,才会这样 所以,你要是生尊贵家,这都是有德性的人,是钱生修来的 不是今生这么简单,就得到这种的福报 这样的人,也不需经历三恶道 地狱,恶鬼,畜生的苦 因为他有上列五种原因 所以就可以直接投生到尊贵的家庭里头